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百页经里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非常使我们学人警醒 一个母狗的故事 它是怎样转为母狗的呢 由于恶口骂僧 累势转狗 这个故事还要从舍利福说起 非常精彩 那时候 佛在舍卫城 城中有一施主 财富圆满 重奉外道宗派 娶妻后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不久 琪琪生下一子 肤色金黄 头如宝散 鼻形妙高 具种种相好 施主为孩子举行了隆重的诞生仪式 取了适合种姓的名字 以牛奶 酸奶及酥油等各种食品喂养 孩子如海中莲花般迅速成长起来 到他蹒跚学步之时 施主为他买了只聪明活泼的小母狗 这只狗不喜爱的 喜欢那的 每次见到外道信徒总是发狠狂吠 扑上去撕咬他们的衣服 看见那道比丘时却高兴地摇尾 转绕 舔脚 如是等等 行为十分恭敬 我等大师释迦世尊及十方三世诸佛 均具有二种智慧 四五位 七菩提之 八解脱 九等持和实力等无量功德 如来的施吼声传遍三界 并以大悲心横食 观照一切众生 哪些众生兴盛 哪些众生衰亡 哪些众生具损害性 哪些众生具善根性 哪些众生堕恶趣 哪些众生从中的解脱 哪些众生具七圣财 如此等等都了如指掌 即便是波浪离开大海 佛陀对众生的大悲心 刹那也不会离开 如来时刻观察众生的种种因缘 圣者罗汉也是如此 当时 世尊十大弟子之一的 圣者舍利子 以声闻慧眼观察时间 发现度化施主的因缘已成熟 一日晨 尊者身披袈裟 手持波鱼到摄卫城去画园 临近施主家时 那只母狗远远相迎 跑来舔蹭尊者的双足 且不停地摇动尾巴 然后又绕三杂 显得非常恭敬 施主见之 心下感叹 此狗虽为旁生 却能如此恭敬比丘 看来很有善根 这位比丘也肯定是伟大的 一个旁生尚能如此 自己作为人 更应恭敬尝试 于是他亲自迎请舍利子 到家应过 尊者默许 施主满心欢喜的肤射高坐 亲手供养饮食 尊者如礼受食弊 准备洗波 施主便请求传法 舍利子以神通观察他的根基 义乐极 随眠烦恼 传授了相应的佛法 因文法不可思议的加持力 施主以智慧金刚 摧毁了二十种撒家耶剑 获正欲留过 施主生起极大的欢喜心 广行不失 求施者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 燃起财源 却如井水般令众生取之不解 他经常请舍利子应供 同时也为母狗求法 他亦能以恭敬心来听受尊者 所传相应之法 施主感念自己能得圣果 源于母狗的恩德 若不是他去迎接尊者 自己就没有供养尊者的机会 更不可能得到圣者的果位 从此 他更加善待这只母狗 一日 母狗生病 施主请尊者前来诵经加持 舍利子尊者 即为之传讲 诸行皆无常 诸行皆痛苦 诸法皆无我 涅槃即即灭 知法 尊者说 如若对我生欢喜心 即使是堕入旁生界的众生 也能从中解脱 说完就离去了 不久 母狗去世 施主前去 请问尊者如何处理 尊者说 将母狗的尸体之一净处 虽然他的肉体会腐烂 但骨架以后会有很大的用处 施主听后 便按照尊者的吩咐 将母狗的尸体 放在一个非常寂静的地方 母狗死后 转生为施主之女 相貌端庄 眉毛有黑 鼻形妙高 头颅散盖 双臂修长 身色金黄 具有各种相好 施主为他举行了 隆重的诞生仪式 取了适合种姓的名字 以牛奶 酸奶 酥油等喂养 孩子一如海中 莲花般成长起来 烧掌 舍粒子让他去听法 由于正直斗寇年华 性情骄纵 他不肯前去文法 舍粒子就把 竞触母狗的骨架 放在他的面前 令他意起了前世的姻缘 女孩内心无比忧愁 思维尊者 于己 有己大安德 自己是依靠在舍粒子 尊者前文法的加持 才得以脱离旁生界 性或人身 因此 他满怀感激之情 立刻于尊者前文法 舍粒子观察他的根基 界 意乐 精进 脊髓灭烦恼 传于相应的法门 他以智慧金刚 摧毁了二十种萨迦耶剑 正得预留果位 得过后 他对舍粒子尊者恭敬鼎礼 我今 以得圣者果位 愿意在释迦牟尼佛的 教法下出嫁 吃饭进行 尊者说 出嫁可以 但必须征得你父母的同意 得到父母允许后 舍粒子把他带到众生 主母前落法出嫁 踢上袈裟 手聚足戒 众生主母 为他传了相应的佛法 他精进修学 最终断尽三界烦恼 获征罗汉果位 现前黄金与牛粪等同 虚空与手掌 无别的境界 具足种种神殿 受到天 人的赞叹和恭敬 想到往昔坐狗时 舍粒子为己传法 今为人是尊者 又为己传法 因而对舍粒子 身怀感恩之情 经常鼎礼尊者并说 尊者 是您把我从旁生界中救出来的 对我恩重如山 而今又将我从轮回中救度出来 是我得过 舍粒子身旁的比丘们 常听他说 这类感激之言 便问尊者 为什么这位比丘尼天天说 非常感谢您 您是我从旁生界得到解脱 尊者反问他们 你们还记得施主家的那只母狗吗 记得 那只母狗对我们很好 尊者说 这位比丘尼就是他的转世 他在我传法之时 硕硕生起欢喜心 死后转生为施主的女儿 因他回忆起前世 所以经常说感激我的话 众比丘听后 对因果生起极大信心 又前去启问佛陀 世尊 此比丘尼已和叶感转成狗身 后已和叶感转为人身 又已和因缘 对佛陀与舍粒子生极大欢喜心 并在您的教法中出家 或正罗汉国位 请佛陀明世 世尊告诸比丘 这是他前世业历 与金世的因缘所致 所谓前世的业历世 早在贤劫人寿二万岁世 如来正等觉 任天导师嘉业佛出世 印度路也愿意施主家 有位相貌庄严的女孩 长大后 对嘉业佛生起无比的信心 并在其教法下出家 他精通三学 具足范刑 清净戒律等等 有诸多殊胜功能 故成为传法上师 得到各种饮食 要等许多供养 他暗自私存 我一个人享受这么多供养 没有很大的意义 应当发心 将这些财物供养僧众 后来 他将每次所的财物 供养僧尼二种 以维持他们的生活 有一次他遇到急事 请求僧众帮忙 但大家都说 我们诵经很忙 总不能设立善法去帮你们 这位比丘尼顿时生起大臣恨心 口出不信 我平时对你们以财供养 事事关照 可我遇到急事 你们谁都不肯帮忙 一点良心也没有 像母狗一样 他骂僧众母狗极不应力 造了很大的恶业 僧人们问他 你是什么人 我们又是什么人 比丘尼生气地说 你们是出家人 我也是出家人 僧人们告诉他 虽然都是出家人 但我们当中 有以得果位的圣者 你毕竟是个凡夫 这样恶口骂人 造严重罪业 将使你在轮回中感受痛苦 所以 你应该以猛烈的毁心来忏悔 这位比丘尼觉得言之有理 便在后半生中 更加精进地行持境界 长求忏悔 临终时发怨 愿我一生中 持戒供养的功德 使我能生生世世 投身富贵之家 相貌庄严 并于释迦牟尼佛出世时 出家正罗汉国 同时又发怨 愿我恶口谩骂僧众的业果 不要成熟 尽管他临终时如是发怨 但以此恶业 仍与五百世中转为母狗 而后愚愿也如是成熟 这是他前世的业力 今生的因缘 是因他为母狗时 对舍利子 生起欢喜心和信心 以此转为人身 得正胜过 对舍利子